新世纪 新旅程 新疗愈 新世纪 新旅程 新疗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爱光新雨节目 我是张忠岳 非常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 其实有受到了非常多的环境的污染 大自然的破坏 所以我们看到地震频繁 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人类很多的自然灾害 包括疾病的灾害 所以这时候让我们想起 其实人类破坏这个地球母亲 其实有非常深的这个罪业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每一个人自我觉醒 然后能够来爱地球爱众生 我想这个世界呢才会更向上扬升 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能够 离请我们的上进下空老和尚呢 为我们来开示 其实在护身 然后在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众生都有非常多的疑惑 所以也非常谢谢师父在板盲当中呢 在给我们众生做对于生命的爱护 关怀的这个部分的开示 所以师父我想其实这个一直以来 您都是关怀众生 所以您才弘扬了五六十年的这个佛法 那佛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叫做大爱的精神 我们现在看到六道轮回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生命是被不平等的对待 所以在推行这个 我先从一个最基础的就是说所谓的护身 爱护生命就是所谓的基础上 从我们自己的身口意里面的口 因为大家都喜欢吃 那这个口腹之欲呢 就把众生肉呢 就当成是一种自己饱餐的享乐 师父是不是因为您吃素 我想五六十年了 也看到您这么健康 您是对素食的这个观点 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不管这个也许跟宗教信仰没有关系 站在健康站在尊重生命上面 我们怎么来例行素食 人在人体构造上来说 不适合吃肉 因为我们牙齿是偏的 吃肉的牙齿它的全是尖的 所以它生来的时候就不是吃肉 是用的 那我们不知道 修佛之后才知道 佛法里头用心 最重要是用心 用慈悲心 用爱心 用爱心 怎么忍心去吃重生肉 那健康长寿 有人素食活一百多岁 那就证明 长寿跟肉食没有关系 绝对不是说肉食的人就能长寿 素食的人就不长寿 反而我们看到的素食的人长寿 前几天我还遇到一个同学 他家里一个老人 一百零五岁 佛教徒也算素食 我是修佛半年 我就修佛了 修佛半年 我就开始长寿 所以今年是也六十五年 身体健康 检查没有毛病 非常好 要去证明 素食的养分我们足够了 真正长寿之道是心底倾情 没有是非 没有善悟 心里面平常就是一句佛号 什么念头最好 阿弥陀佛念头最好 人人都念阿弥陀佛 这个地区的人不早难 再大的灾难 他这地方不会有 这真一点不是假的 收效最快 最迅速 所以印到素食 素食绝对正确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虽然素食 一般人他们现在已经把它叫做 输食就是以吃蔬菜水果 就是这个跟素食原来的定义 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素食 也许他还是为了满足某一种欲望 所以他把它形状 就是动物化 那蔬食呢 事实上其实就是很亲近吃这个 就是原生态的植物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农药的问题 因为我也常聆听老法师您的开示 我们知道您在澳洲有做了一个实验农场 对 因为如果以现在我们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条件 我们吃素 其实也可能还是有受到很多农药的污染 对 免不了 绝对免不了 所以我们的蔬菜自己种 是 所以当然希望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朝这个方向 就是能够回归到自然 其实这个就回归到自然跟亲近 回归自然是最健康 是 不要违背自然 违背自然是负面 会在的灾难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癌症 这个癌症已经变成这个十大死亡的排的 大概有时候都已经排到第一位 越来越多 那癌症的原因当然成因很多 有一个就是跟食物有关系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刚刚师傅您说的 因为心不清净 业力的牵引 我们怎么样对于现在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癌症患者的时候 他们教他第一个就是 先改变吃的习惯 对 癌症的患者是不是很多 他的业力跟这个冤爆 就是食肉有关系 这个症患者师傅可以禁锢的开始吗 如果真得得到这个病 就一心念佛求生剑 他如果寿命没到 很快就健康 恢复健康 寿命到了 往生极乐世界 好死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念 极乐世界太好了 为什么不去 你有能力去 你有资格去 你为什么不去 所以多读无量受尽 多读 净土的经典 认识极乐世界 对他认识 对他明白 这个地方 最理想的地方 学佛法也好 不学佛法也好 都是最理想的 最难的 那个地方没有烦恼 不会让你生起烦恼的念头 因为极乐世界 人跟人不会发生冲突 是 所以师傅 如果一个人临命忠实 他真的知道 极乐世界这么殊胜 但是他没有归一三宝 但是他愿意念 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他可以去吗 可以 所以跟他的宗教信仰 一点关系 也许他是一个极度图 可以 他也愿意 可以 只要相信 是 由极乐世界 由阿弥陀佛 认真去念 真想去 没有一个我去的 是 就是这么殊胜的 法门 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多的弘扬 不错 对 我看到这个北京有一个寺庙 它就是有非常多的年轻的法师 他们都是属于IP产业科技的高材生 可能有博士 或者甚至是博士生导师 他用这个最先进的科技做的一个机器人 叫做弦二 这个在网路上有一点很红 就弦二有时候也去上综艺节目 因为他用一个现代的科技的技术 等于来弘扬佛法 师父怎么看说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说 佛法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接触 尤其是年轻人 他会觉得很尖色 或者是那是老人家的 因为你说一句佛号 很多人把阿弥陀佛认为说 这是老人的 他们主要是不了解 我们年轻不了解 同样的过世 我要不遇到方诺美老师 我这一生不会有宗教学 因为那个脑子里太深了 迷信了 认为他是迷信 尤其是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只有一个神 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 佛教什么都不要拜 叫多神教 多神教意味就是低级宗教 怎么会就崩塌 方老师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佛教不是宗教 是哲学 是最高的哲学 释迦牟尼佛是哲学家 是从来没听说过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学习 对他就有一个远信 我想知道 我想深入 我想了解 然后是真的搞清楚 确实 老师不是骗人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人生最高的享受 快乐 所以师父您是因为非常有大智慧 而且是趁愿再来 所以有明师带你您入佛门 但是很多众生可能他给各自的业力 对 我们有时候在学佛的当中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受戒 从五戒开始 五戒到菩萨戒 那里面有一个常让很多人却步的就是 五戒可能还好 杀到阴望久要遵守 那受菩萨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家人必须要吃素 就是必须要持栽 那一般人他不能放下这个饮食的欲望的时候 他就不敢受菩萨戒 因为我们一般说法是说 你受了戒 等于你没有守戒 你是最佳一等 所以师父对于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您怎么看 你不能吃素的话 你就吃肉一样 吃三斤肉 三斤肉 是 不是自己杀的 不是为我杀的 不见啥 没有听到啥的声音 不为我杀 释迦牟尼佛在世 天天都不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越没有说是一定要吃素食 那别人怎么办 这不是替信徒找麻烦吗 是 所以佛法讲三斤肉 到今天小城泰国那边 越南那边 斯里兰卡 他们还是脱布 脱什么吃什么 还是保持这个规矩 所以这个道理你要懂啊 对谁说吃素食呢 对菩萨 菩萨 慈悲心 怎么忍心 吃肉 阿罗汉 阿罗汉就没有 就没有讲素食 小城知道阿罗汉 所以他吃三斤肉 这个要东西讲清楚 讲明白 你实在口禅吗 有什么法治 所以师傅讲的 要佛做慈悲 是 就是一个方便法 对是 那是因为我们汉传佛教 在这个戒律上是非常严格的 也没有 讲不通嘛 这有个理论在呀 是 汉传我们这个中国有素食的这个条件 有素食的习惯 你不愿意吃素 你就吃肉好 没有关系 那他就不能受菩萨戒 不能受菩萨戒 因为他一个基本的 你一定就是必须要吃摘 不受菩萨是真菩萨 受菩萨就是假菩萨 这个请师傅要更深入地为我们开示 因为 你对人有没有慈悲心 是 你的敌人 你的冤情债主 你能不能原谅他 你能原谅他 若无其事 他有困难 你照样去照顾他 真自卑 不再说 我要不吃肉才自卑 吃肉就不自卑了 讲不通嘛 能不吃肉当然更好 你什么 你动不动爱惜 不但动不爱惜 植物也更爱惜 清净彼秋 不塌生草 你小草动植物 它活活泼泼的神迹 你看得很欢喜 都不要去伤害它 对动无慈悲 对人不慈悲 那叫菩萨吗 佛法是讲理的 不是不讲理的 所以师父讲的 我想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 就是所谓的持戒 是真正用心 持戒要懂啊 要懂这戒律啊 不懂戒律 你怎么吃 每一条戒律都有 开戒吃饭 什么叫吃 什么叫开 开语就开 那个不叫饭戒 开戒 开不是为自己 为利益众生 为利益众生 这对一定要懂得 我们确实一般的人 在受戒的时候 没有这么深入的来了解 师父刚刚讲的 其实它是有层次的 是有方便的 对 不错 这个部分用文 戒律每一条戒都是活的 都不是死板的 是 在什么样的场合 怎么用法 那慧能大使 在猎人队里头 住了十五年 吃肉变菜 吃肉变菜 这是生活环境 大家欢喜 不要装出戒律吃得那么严 处处叫人不方便 那也是麻烦 所以有一颗清净的心 可能比外向上的 没错 最重要的目的 清净性 平等性 求大吃大 是 另外我要请示师父 就是在佛教里面 是不鼓励 就是所谓的占卜 就是算命 对 但是是不是还是有方便法 因为我有看到一个 就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方便法 观世音菩萨有签 求签的 那都是方便法 你喜欢这个 就可以教你用这个 是因为最近这个社会 有发生一些 就是让人看起来觉得 不是很 就是替他们很感叹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所谓的 命理心向家 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陆续都发生 就是因为他们是 常常在上电视节目 替大家解命盘 所以他们很年轻 他们就过世了 过世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跟癌症有关系 所以一般的 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如果是做占卜这个行业的 命理的行业的 他们都是 就是会有缺 可能寿命就会比较短 那佛法里面 是不赞成的理由 不赞成 是 对 像我当时怎么理由 所有境界是自己念头变的 你要环境好 你念头善 我变的是善的 我变的是善的 他变的是不善的 不善的就灾难 善的就免出灾难 讲用心的 齐心动念好 言语好 一切行为都好 这个人 当然一生吉祥健康快乐 不可以游问 游问你 游问你 决定从 修佛 把一切物转变为善 是 所以学佛很重要的就是 转念 对 然后清净平等绝 对 所以如果一个我们在今生希望能够成佛 对 除了我们持阿弥陀佛的佛号之外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五卓二世 其实有很多外在的很多的干扰 我们怎么样常常能够做一个叫做忏悔 师傅可以教我们这些众生 平常我们的忏悔法门应该怎么样来修 忏悔 放下 知足 就没死 最怕的 贪心不知足 那自找麻烦 永远不知足 生活苦 他有求 他放不下了 对 这个麻烦 他懒得人生哪有乐趣 地位高 没有安全感 拥有一万财富 不快乐 这个人生有什么意思 人生最有意义的快乐幸福 所以他跟地位没关系 他跟财富也没关系 他跟界定会有关系 接着我要请示师傅 我们知道就是人其实来都是空空来空空的去 生命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大灾问 大部分的人到现在 还是觉得很茫然 真正的目的是觉悟 觉悟 究竟宇宙怎么会死去 人生怎么会死去 我是怎么会死去 通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 是 就叫成佛 对这个迷惑颠倒 完全不知道 这叫反复 是 所以我们来着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觉悟 要觉悟 非常重要 要了解四世真相 是 佛经上讲 诸法摄像 一切法的真实相 你通通通大明了 这就是佛菩萨 是 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议题 大家又很关心就是所谓的叫安乐死 因为我们看到社会 其实用了非常多的资源 可能政府花了几十亿 在很多可能不可被挽救的生命 比如说植物人或老年痴呆 那有人提出来说 因为到目前为止 安乐死这个议题 在全世界都是争议 因为生命是尊贵的 而且是不可以自杀的 但是站在整个医疗资源的浪费上面 确实 也许他们觉得已经对人类来说 没有很大的意义了 生存没有很大意义 师父站在佛法上 怎么看安乐死这件事 佛法 人 要救人 不能害人 他能活 不能活 那是命运 他命迪的还有寿命 他就走不了 吃毒药他也走不了 他还是能活过来 命到了 什么样的好用都救不了 这个道理要懂 这个道理要懂 安乐死 也要真求这个人 他愿不愿意 愿意 可以 他就愿意 病苦 他不愿意再脱离病苦 最好叫他什么 念佛求生尽度 这个很重要 他真念佛 真的帮助他成佛了 这无量功德了 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 我时时刻刻都想走 那极度事业我了解很深 我真的认识他了 那么好的地方 为什么不去 你要不去的时候 不能怪别人 怪自己 一心向往 别的通通忘掉 别的 一切随便 好很好 不好也好 没有一样不好 你就活得很自在 活得很快乐 跟谁做朋友 跟阿弥陀佛 跟祝福菩萨做朋友 心里出福菩萨之外 什么也没有 看到一些人 各个都是我菩萨 你说你都自在 只是他不知道 我知道 都是菩萨 都是佛 将来都要成佛的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 决定会成佛 只是时间早晚 不一样 通通看清楚 看明白了 欢喜心生出来了 恭敬心生起来了 他对我不恭敬 我对他恭敬 因为他自己不知道 我知道他是佛 他本来是佛 将来也是佛 只是现在迷惑点头 所以非常感恩师父 您的开示如醍醐灌顶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也对生命更深入的了解 其实没有生没有死 对 每一个人如果能够持清静平等心 对 一句佛号 所以包括 弟子刚刚提问说 所谓的安乐死 其实安乐死不需要用法律来帮助 对 而我们需要帮助众生的是一句佛号 对 那远胜于这个法案的通过 是我想今天呢 我们众生能够在师父的开示之下 真的受益很多 对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着这个清静心 平等心 还有大慈大悲的大爱之心 在师父的开示之下呢 我想今天我们都发喜充满 你能够了解呢 宇宙生命的真谛 其实都在于我们一年的平等 清静觉 所以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 有机会继续要聆听师父对我们的开示 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